我看看有几个老板已经抢到华为Mate 70了 我也不多 只有两台 一台已经升到了新的原生鸿蒙 一台我还留在鸿蒙4.3版本 没事儿就能两边比较着看看 还可以见证一下国产系统成长的过程 这段时间下来体验还真不少 可以和大家聊一聊我眼里的原生鸿蒙了 这段时间我用Mate 70的时候只觉得好流畅 好像什么地方和以前不一样了 其实NAS版本和老板们最本质的区别 就是应用们虽然看上去差不多 但实际上都在鸿蒙上面重做了一遍 这其实是华为这一步体验优化的重点了 之前你在安卓上树打根深又有一堆史山代码 确实有很多借口 但现在要来我地头万事儿 重新开始 那总没有理由不好好搞了吧 那我直接对比来看看 这些重做的应用有什么区别 先来个炸的 连续启动50个应用试试看 对比一下表现 这不得不服吧 点进应用来对比 鸿蒙版镜东里面 商品点进去就是一镜到底的动画 搜索出来的东西是这样的 上面的应用就向下铺开 下面的应用就向上展开 在淘宝里面一镜到底是这样的 如果商品页有视频的话 它会这样展开 我是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用流畅 来形容刷顾路软件的体验 甚甚至爱看的书 也有这种类似的效果 视频能够从封面进去 体验完全不一样 更离谱的是什么 这些动画效果还是可以打断的 还不只是这些 控制中心的组件是可以打断的 备忘录的笔刷也是可以打断的 应用市场里面的卡片 也是可以打断的 锁屏里进入相机 不是可以打断了 是直接粘在手上的 再细看 还会发现更多的细节 就比如说微信搜索的效果 二级菜单和键盘是同时出来的 你以为正常 看看正常的手机是啥样的 是不是越看越卡了 可能有些小伴要不耐烦了 你这花里胡哨的 这有什么意义呢 好 其实这种无孔不入的优化 那肯定不是先级程序员做出来的了 重新开发到NEST之后 只需要按照规范 接入鸿蒙提供的接口 很自然的就会有这些效果了 你想做个不支持的原生软件 那还真要点技术水平才行 华为管着背后的东西叫方舟明清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加速功能 而是一堆技术的合集 华为自己先用严苛的标准 做出了一堆优化方案 然后做出无数种提供给卡发者的接口 接入之后呢 你就可以调用系统机的能力 像上面看到的那些流畅的动画 背后就是方舟图形明清 而要保证APP里面流畅不卡顿 这是方舟调度引擎的功劳了 而且应该有不少的小伙伴能够注意到 华为现在往手机里面塞了一堆的动态壁纸 小球球会跟随手的晃动 在盒子里面弹跳碰撞 壁纸里面的雨滴效果可以实时计算 反射背景 还会跟随重力滑落 空气投篮壁纸里 会根据手的位置和速度 计算出不同的投篮效果 我本来以为这是华为的恶趣味 其实这是在秀肌肉 你想想看这些全是建模渲染出来的 得多耗电啊是吧 但这些壁纸都用到了图形引擎里面 一个叫X-Engine的东西 可以用上系统的超分算法 还可以实现云端贬译 而且这个超分算法还是免费的哦 也不限制在游戏内用 也就是说游戏可以用 视频也可以用 开发的小动画也可以用 开发者只需要揭入 理论上就可以实现更好的画面效果 还能降低功耗 别急 这还只是方舟图形引擎里面 枯燥一点的部分 再说点咱们平时能用的 你们平时会有那种 很着急分享的冲动吗 这到小二美长按 可以调出系统相机的举个手 嗯 也不是不能用吧 但是在原生鸿蒙上 点击拍摄 直接调用的就是系统相机 录视频呢 不需要一直按着 录出来的视频能暂停 带防抖 就算4K60帧也没有问题 但画质就不是直出可以捧磁了 你甚至可以直接用上 几个不同的X-Mage风格 不用说 这肯定得带上红风玩了 还有什么飞书 B站 都用上了系统相机的接口 而且不只是这种显性的 哪怕是小红书 美图这种深度定制的操作页面的 UI和美颜的相机 它们也可以用上完整的计算摄影 跟Android App越南流截图画质比起来 确实不在一个维度上 我们用着去降服了 但在开发者这边 它们也有好果子吃 像微信这样直接跳到系统相机 用着接口的事 连界面都不用做 直接说要啥 这段是想自己去做界面 也不用去折腾什么算法 你只需要跟系统说 我要高画质的照片给我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方舟多媒体引擎的一部分 管的就是相机相册这些东西 还有个我觉得挺痛的养点 Android里面弹出来访问相册的提示 我估计绝大部分人都选的是全部允许吧 只选择部分照片 好家伙 每次要用新的照片的时候 还得加进来再用 简直开门虚拟机 那原生鸿蒙呢 看起来也是一个朴实无花的相册 但这个相册界面其实只有你能看到 而App呢看到的是这样的 只能看到你选出来要用的图片 而且在扫码界面 Huawei的相机还会帮你扫描 只把结果传递给App 这个隐私保护程度想要的扣1好吧 甚至除了上面提到的相机接口 看起来很简单的扫码场景 Huawei也准备了统一的扫描接口 NAS上面软件的扫码能力都会更强 我拿现代的旗舰机们一块测试了一下 Huawei的识别距离是第一梯堆 这么一看 NAS趁着重做 还不止处理了一下流畅性 安全性 易用性 全都跟着刷新了一波 安卓短时间看来是没啥戏了 Huawei给了这么多 开发者可以调用的好东西 那怎么检查开发者有没有用对呢 为了保障每一个搬进原生鸿蒙的应用体验 Huawei甚至专门建了一座性能工厂 这个更是浮夸 里面有手机 有平板 甚至还有生态里面的其他硬件 装载了不同的系统版本 24x7日夜不停的跑测试 跑完测试 甚至还会给开发者一个报告 你这个流畅度是什么评级 那这个地方有点卡 我来教你怎么去改 如果把这种对软件流畅的要求坚持下去 长此一望 感觉鸿蒙生态和安卓那一套应用生态的差距还会越来越大 用上原生鸿蒙的这段时间 我有了很多不同于之前的习惯 没事就逛一下应用市场 刷刷有没有什么新应用 看看微信长线版有没有更新 看到新动画就是忍不住想要告诉别人 用出来的新bug马上就想反馈 甚至没事会去刷一刷鸿蒙开发者官网 看看有什么好玩的新东西 还真是一种奇特的玩机体验 对于原生鸿蒙来说 跑分只是能反映单一维度的下限 他们想做的是用更长远的计划 来把设备的整体体验上线不断地提升上来 感觉原生鸿蒙的每一点成长都很珍贵 或许正是因为他们现在迈下的每一步 都是前人从未走过的路 OK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赞订关注哦 这个玩意说非常重要 那么我是借理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